哈喽大家好,我是小婷 回家第一件事情是要干什么 去看看我们家的小猪仔 刚出生的,我们去看看 走,那可都是钱了 其实也不是刚出生的 已经出生了十几天了 因为我们才回来嘛,没时间 所以说我们现在去看一下小猪猪 看,我妈把这封得多好一点,封得进去 去看看小猪仔 有怕小猪仔冷吗? 在这里 这个地方就是给他们晚上休息的 嗯 这个就是那个保温灯 然后晚上就放在这里 上面用杯子盖住 然后特别暖和 天要过来了 现在妈妈要把这 赶紧我把你抖过去 现在妈妈说这里关不下了 要把它移掉了 很肥啊,这个猪 很漂亮啊 对啊 现在就在吃萝卜 你们也吃萝卜吗?嗯 等一下他们就钻出来了,我跟你说 这一窝小猪总是生了十只 然后生出来的时候就死掉了一只 所以现在还剩九只 九只现在都非常胖 你看到没 胖多多的小猪 过来 过来 小伙子你过来 他一点都不怕人 五只可以把猪头子摆住了 喵喵喵 喵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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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这个猪猪要来凶啊 他是不是护窄 你看他 一点都怕我 现在这小猪仔我们这边都卖一千多块两千块钱一头 所以说养大了这里差不多一两万块钱嘞 所以要好好招呼他们 他又去那边去了 那边留了一个孔他就直接钻过去了 过来你过来你过来呀 那边我们留了一个孔你看 小时候从那边钻过来了 看到没 因为主要是怕那个母猪压了他 所以说我们晚上的话都会把那个小猪 反正诱惑到这边来睡 因为这边点了一个那个保温灯嘛 然后他们自己吃了之后就知道这 知道来这边睡 然后饿了的话又跑去那边 母猪那个那里面去 好肥看到没 胖瓜 一堆出来了 看来 关心 老师 可以